Hello大家好 我是江江 今天用小影片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或许你是高维度的外星人 因为最近在看那个地球守护者 不能说是小小心得 只能说看了这本书 印证我很多很多事情 然后印证我很多思维思路 所以今天用小影片稍微跟大家分享 或许你就是那个曾经是高维度的外星人 只是你来地球来辅佐 帮忙地球人提升 我先讲我自己好了 其实我也不知道从何年何月 我就一直嚷嚷着我自己是火星人 甚至我在群里面或是上课的时候 我也会跟大家说我是火星人 我就觉得我不是地球人 我就觉得我是火星人 OK 然后我也曾经用影片跟大家分享过 我曾经在做梦的时候 一直会梦见我自己去一个地方 是城市 有建筑物 有路 有马路 有街道 也有行人 总之呢就跟地球很像 那我也不知道是哪里 总之每次进到那个梦境 我就觉得我又来到这儿 这是哪里啊 总之我会四处晃晃啊 看看啊 那到现在我在台湾的土地上 我是还没看到我梦境中的那个建筑物 跟地球有点像 但我在这边是没看到类似的建筑物 这就是第二个线索 然后呢 多年前啊 应该十几年前吧 我第一次去马来西亚 去马来西亚 下了飞机踏上马来西亚 就是那一片土地的时候 我就 哇 这就我家 这就我家 就整个就是我家 所以 我有时候也会跟人家说 我是马来人之类的 我有时候跟朋友之间介绍 我会就是开玩笑说 其实我是马来人 我是马来西亚人 就是因为我从第一次踏上马来西亚 这个国家的土地 我就觉得这就是我家 我也不知道 没来由 真的是没来由 那这些线索拼拼拼拼起来 你们可能都还不知道为什么 再讲一个 去年吧 或者是前年 我已经忘记 但是如果你们有follow那个NASA的话 他有个活动 就是你把你的出生月跟日key进去 那NASA这个连结就会秀出给你看一张照片 那个照片就是 因为他365天都对外太空照相嘛 那如果你输入你的生日 他就会给你一张对应你生日 然后他向外太空照的那一张照片 然后我就很好奇啊 就把我的生日key进去 然后我的生日一key进去 哇 就是火星耶 我的妈呀 这对我来讲实在太震惊了 没有什么事是偶然的 一切都是神安排 恰恰好的安排 也就是说神让我去抓到很多很多的蛛丝马鸡 然后再加上我现在看了这本书 然后我又自己咀嚼内化 我就把这些拼图拼拼凑凑成了一条线索 成了一条线索 我在上课的时候有跟大家讲说 其实你们观望那些星球 你们都只能看到是星球而已 是星球而已 因为我们的震动太低了 所以我们没有办法真正的去看到 那个星球上所有层面的东西 唯有把你的震动提高 才可以看到那个星球到底是什么模样 好 那我就说我是火星人 那我是火星人 在NASA还没有这个活动的时候 然后我是自己嚷嚷着 然后看到那个NASA post到那张照片的时候 我就更肯定我自己是火星来的 然后跟我曾经做的梦境 就是说可能那个记忆太深刻 私香嘛 就是私香稠啊 很浓啊 所以呢 就会在梦境一直让我看到 我曾经在火星上生活的一切 一切 然后呢 那里的气候 那里的气候跟马来西亚那片土地上的气候 非常非常的相似 所以呢 我踏上马来西亚 我就会觉得那就是我家 就是因为气候氛围 为什么 其实在高维度的星球来讲的话 大家都是共好共存 那马来西亚这个国家 应该也是比较独特一点 就是这个国家里面 我如果没记错 有九个种族的人 在里面一起生存 生活着 也是难得的 就是虽然美国很大 他可能也很多种族在一起生活 但是我觉得在我认识的马来西亚里面 人的种族应该是比美国还来得多吧 就是他的特性就是 这么多种族可以一起共存在一个国家里面 那这个精神就相对于在高维度的星球来讲 是相对应的 所以我才会说马来西亚就是我家 因为不是说马来西亚真的是我家 而是那样子的文化 那样子的存在 跟我们高维度的星球是相同的 是相同的 那稍微再用影片跟大家分享 就是说为什么我说或许你就是高维度的外星人呢 其实讲高维度的星球 就是说其实会到高维度都已经走到精神层面了啦 精神层面 而不是走在物质层面上的 所以你可以反思一下 比如说我上课可能听到有一些家人都会跟我分享 比如说格格不入这件事情来到地球 或者说他们在职场上 或是在跟自己的亲人相处 或是跟朋友相处 总觉得格格不入 那那些格格不入的事情 其实都是绿豆芝麻大的事 比如说为善 行善这件事情为什么要比较呢 很多人喜欢比较 那像我也很喜欢行善 可是我是做我自己开心的事情 我不是出去哪里 我就到处去跟人家说 我做了什么事 我做了什么事 不是的 完全是走内化的 比如说像我爸爸妈妈到现在 我的爸爸妈妈到现在都不知道我在做什么事情 因为我觉得那是做给自己知道 做给自己快乐 不是做来比较的 那就会不懂人类为什么在讲行善的时候 很喜欢拿出来比较 我也做了什么 我也做了什么 又或者可能好心帮忙别人 然后会被别人污蔑 就是你害了我 可能你在需要帮忙的时候 我帮你 你询问我的意见的时候 我给你一点意见 结果这个意见你听进去 你也执行了 就可能产生一点错误或什么 就反怪我说 都是你害我 怎么样怎么样 就是这一点可能 我觉得好心一点 也会觉得莫名其妙 你原本是希望我帮忙你 结果现在你又觉得我在害你 然后又或者说 学习这件事好了 学习这件事 应该是学来自己喜欢的 或是自己喜欢去学习的 可是为什么很多大人都喜欢说 你学这有什么用 学这有什么用 未来有什么用 学习一定要有用处吗 这一点可能也会很满头问号 所以在高维度的星球来讲 学习是依照自己的专长 依照自己的喜好去学习 而不是问有没有用处的 就是这一点也是 我们会就是 是外星人来讲 就真的会搞不清楚 那再来就是 地球人很喜欢 就是自己管不好 就是自己管不好自己 很喜欢管别人 尤其是可能是 现在在职场上有很多主管 可能自己能力不是那么足 那可能自己都没有做好这一切 可是就会去怪自己的下属 没有做好一切 又或者可能我的爸爸妈妈 自己都做不好这个事情 却怪我们小孩 然后没有做好什么什么 就是会觉得 不是应该自己先做好 才来再来去管别人吗 甚至更精神层面来讲 自己做好了 是不需要去管别人才是啊 就是这一点 我们可能会觉得满头问号 还有地球人可能是 需要证明之后才去相信一切 但高维度走精神层面的人们 就是可能是你 可能是我 就是曾经是高维度的外星人 相信就相信了 没来由的 就像我相信老天 我讲老天在哪 你也不知道 但是我就是百分之百相信跟交托 那很多次是没办法应证 就是相信 但地球人是没有办法完全相信 他可能说你得证明给我看 我才会相信啊 就是这一点也是有很大的差异性 还有地球人很喜欢说 很喜欢说 说教啊之类的 又或者喜欢说 想当初怎样怎样怎样 可是就是没有去执行 可是走高维度精神层面的人 他其实是比较喜欢下去去执行的 然后呢 在执行是享受那个过程 享受那个过程 反而是比较不在乎那个结果 这个我觉得又有一点不一样 但也因为这样子 又会跟地球人格格不入 因为我们喜欢做 然后做了之后 可能会产生更好的劲 然后地球人可能又会嫉妒你 然后 来看待你 大概是这样子 这一点也是会觉得 那你就做啊 你不要用嘴巴讲嘛 你就亲自下去执行看看 不就知道 就知道到底这个过程有多美好了 不是吗 那这一点也是有一点不太一样 那再来就是 很多我听到就是借钱出去 比如说人家需要帮忙借钱给你了 可是借钱出去最后都会变成像 好像被欠钱一样 要很委婉的去讨那个钱 就是这一点也很奇怪 就是你欠人家钱不是理所当然 该还就应该还吗 或是你自己知道欠人家 不就是应该要还吗 可是好像地球人是比较不愿意面对事情 能闪就闪 能躲就躲 然后好像忘记 不晓得是故意忘记 还是不经意忘记 总之就是 你借钱出去 好像都要把腰弯得很低很低 然后说对不起 好像某月某日 我有借你钱 我现在有点不方便 你是不是可以还我一下 我就觉得这一点好像 也是会有一点不太一样的部分 那还有就是 我们比较走精神层面 其实是更喜欢服务的 因为其实在服务过后 收获最多的是自己 但地球人在服务这一方面 好像比较需要教导 比如说从小可能规定你要服务多少时数 然后去训练地球人来有服务的心 但其实走精神层面的人 其实不用被教导 就已经自己存在那样根深蒂固的 因为走精神层面 比如说高维度的星球来讲 他真的就是共好 无私奉献 我知道什么 其实在意识的状态下都是公开的 我们知道什么 其实大家都知道 所以再来到地球 当然就会希望也大家共好的情况 就会一直分享一直分享 一直服务一直服务 因为会知道对方好就是自己好 那这一点就是也是会跟地球人稍微格格不入 就是总之还有其他很多 就是今天影片稍微长了一点点 但是我希望看影片的你们 省思一下 或许你是外星人 然后你是多么善良的人 不要忘记你来地球 是来协助大家 那我觉得这本书其实讲到一个很好 就是说 其实你不需要是什么什么样的一个多么厉害的 你只要做好你自己 你都是一个使者 就是使者 什么样是 因为你自己做好了 你就会用你自己最大的魅力 去感染你身边的人 去学习你 那这样子就等于是帮地球提升 帮地球提升 所以在这边小小分享 或许你就是那个那么善良的高维度的外星人 然后现在来地球 只是用最善良的心来帮助地球人 拿回或是找回那个最初心 最单纯的善良 然后精神层面不断不断的提升 就是这样 稍微分享 我是外星人 我是火星人 然后我的家乡的气候跟马来西亚一样 今天小小跟大家分享 就这样 I love you 拜拜